8月7日 影视演员肖正南 林夏威及刘佩月等人 在海景酒店出席电视剧《十二传说》的宣传活动 炎炎夏日 一众演员不忘在酒店的泳池中尽情细水 为活动增添一份情趣欢乐的气氛 提及肖正南在一场哭泣中演技大爆发 受到网名激烈赞赏 阿肖千言除了因为有林夏威这样的好对手外 还有就是在拍摄时回忆起了逝世多年的王父 对爸爸有一种情意是 他走了十几年了 好像觉得很多时候自己在工作上有一个小小的成就的时候 不能和他分享 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很违衡 整天我想起的时候觉得如果我早点可以成名 或者我早点可以更加好 我可以给更加好的生活 但是奈何就是我最差的时候他就走了 所以每次想起到我自然而言 眼眩眩 所以拍那个爸爸气的时候就自然流露 肖正南透露 接下来将会到内地出席商演 也得知内地的保安措施加强了不少 所以不会担心有人打华遇袭的事件发生 反而担心远在澳洲拍旅游节目的太太黄翠儒 更报对当地民众把洪永诚当成是翠儒的老公 感到很不开心 我有一件事情很不开心的 因为他在拍节目的时候 有人把洪永诚变成我 以为是他老公 我觉得 这个也是第十三个传说 好灵异 飞茶娱乐 时时报道